作曲,放一生 藝術應該是沒有邊界 它應該是要越玩,越隨興 越精緻的 所以每次演奏完了以後 我都會盡可能把曲子要忘得越乾淨越好 等下一次再演奏這作品 把它當心魄來做 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小时候学琴实际上 比较难忘的事情也太多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 就是小时候冬天时候 我单趟骑自行车 大概一个半小时 那时候整个北方的冬天 按时都比较冷 把手冻到头僵了 根本就拉不了琴 大概差不多得缓了 得有15分钟才开始拉 上门课了 又得一个半小时 九公路上等于是三个小时 这首作品 先前接触的时候是很早 早先的时候 接触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十来岁吧 后来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你具备了一定的专业能力 而且对于作品的理解 也有一定的能力 后来这些年自己 也通过自己的一些理解 包括一些句子上的一种分寸感 先居寅是刘天华 十首二胡作品里边 其中的时候 而且这个是属于 它的中后期作品 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 实际上近些年来 刘天华的作品 逐渐被很多人重视 也是因为它的演奏上 它有很多前瞻性 有很多突破性 因为当时它把两个主要的乐器 二胡和琵琶 它给带进了真正的大专院校 所以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它创作的是1928年 所以这首乐曲 一方面是表现 它自己这时候的心情 再有一个它也是一种 对于国家的命运 和这种希望的一种写照 实际上这个作品 当开始进来的时候 是一个就很典型的 一个很舒展的简单音乐 流动的这么一段音乐 但是要适度 又不可以纯粹地把它拉成 一种民间音乐 又不可以把它拉得 太过于红灵活现的 像现代人理解的一个句子 揣摩某一句的话 就是时间要怎么样 不可以早不可以晚 它那样的一种运 它那样一种枪 当然闲击云也是表现 一种生活的一种情绪 和一种对生活的希望 实际上对我们当下的人 也会有一些启迪 优优独播剧场